谁都想不到华为诺尔奇普罗竟然成为了华为诺尔系列最后的巅峰之作 自从华为手机被制裁以后再也没有了5G版的麒麟芯片 诺尔奇普罗也就担任不让的成为了诺尔系列最后最有良心的一款产品 麒麟985的5G芯片性能虽然算不上十分的强大 但是日常使用起来还是非常流畅的 玩玩游戏或者追追记这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双曲面的这么一块屏幕搭配上这个超薄的机身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仅手感特别的棒 而且特别的轻薄 而且它的颜值我感觉即便现在来看也是一点都不过时的 最主要的是它这个后置摄像头 拥有现在很多两三千手机都没有的50倍的情况是长焦镜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仅拍的远而且拍的特别的清晰 搭配上这个鸿蒙3.0的这么一个系统 现在使用起来的话也是非常流畅的 而且它的续航时间特别的给力 最主要的是它支持5G网络 你花两三千去买一个4G手机 还不如去花一千出头的这么一个价格 去选择一台华为血统的5G手机 对不对 即便4G手机再快它也不可能快得过5G 大家信吗